该来的终于要来 就在刚刚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宣布说 他已经命令众议院的相关委员会 正式展开对美国总统拜登的弹劾调查 为什么在此前九个月 对拜登之子亨特拜登海外交易的调查之中 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证据直指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他有滥权阻碍司法以及贪腐的行为 所以麦卡锡要求众议院相关委员会进行调查 下一步就有可能正式发起对美国总统拜登的弹劾 弹劾这个词这两年来我们是没少听到啊 特朗普时代他两次被民主党领导下的众议院弹劾 而这一次风水轮流转 虽然民主党当了总统 但是共和党把控了众议院 所以共和党对于民主党总统的弹劾要开始了吗 尤其是我们知道啊 在美国要完成对总统的最终弹劾使总统下台 门槛还是挺高的 即便这次完成了全部的调查 下一次案件送到众议院 众议院把控在共和党手中 能够在众议院层面上通过对拜登的弹劾 可是你最终这个案子还要送到参议院呀 而且在参议院一方面民主党占多数 另一方面是需要三分之二大笔数通过才行的 所以很显然在美国两党斗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 共和党想完成对拜登的弹劾 把他拉下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反过来讲 共和党人为什么要明知其不可为 而非要为之呢 这不就是因为美国两党竞争越来越激烈 他们要找到对付对方的武器吗 民主党方面他们已经连续四次刑事起诉特朗普了 对特朗普的司法追杀是日渐展开 而共和党这方面呢 他们希望通过一场弹劾 即便最终不能达到把拜登拉下台的目的 起码可以严重的阻止他的连任进程 也就是说美国这个政治是越来越无耻了 从特朗普到拜登接连两位总统都任内被弹劾 以后有没有可能演化成一个惯例呢 我们知道韩国的前总统是很悲催的 韩国就有这样的惯例 每一个下台的前总统都会遭到清算 那么美国以后有没有可能也形成这样一个惯例呢 那就是只要反对党把控了众议院 他们就可以游刃有余的对现总统发起调查 继而去弹劾现总统呢 我们此前就说过 2024年的美国选民很不幸 他们必须在七老八十的拜登和特朗普 这两个烂苹果中选一个 而很显然这两位候选人的问题 不只是年龄大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多的贪腐无能问题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还只能选他这样呢